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中国西部有2100万居民的大型城市成都 在星期四傍晚6点进入封城状态 成都政府要求全体居民原则居家 每户居民每天允许一个人 凭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可以外出一次采买生活物资 而且没有必要不得离开成都 这是继今年4月份的上海以来 中国第二次有超大型城市进入全面封控 除了成都以外 广州、深圳也都面临着强化的防疫管理 当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放宽防疫时 中国依然坚持严格的清零政策 民众的生活与经济也承受着防疫的代价 中国民众怎么看待清零和共存之间的选择 这样严格的防疫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纵观天下 监测中国心跳 早报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 今天我和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陈静 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中国的防疫 以及防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陈静你好 永红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陈静 陈静现在在上海 听说你不幸的又再次被隔离了 对 时隔三个月在上海解封以后 我又一次被隔离在了家里 为什么上海解封了 你又被隔离在家呢 这一次是因为我接触过和上海最新通报的 一起病例同机的一个乘客 所以我就被判定为这个密接的密接 密接的密接 对 然后根据上海这个防疫规定 我是需要居家隔离七天的 密接的密接需要居家隔离七天 是如果是密接的话就是要集中隔离 那我还算好一点 我不用被送到酒店啊或者是方舱去隔离 但是我要在家里面七天 而且这一次隔离我就发现说 它的管控比之前封城的时候的那个隔离更加严格 为什么呢 对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宣告被隔离以后 我有一天晚上半夜出门倒垃圾 然后我倒完垃圾以后呢 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我接起来发现是居委会的 他就问我说你开门做什么 然后我吓了一跳 他知道你开门 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开门了 然后他说我们在你家的门上装了门瓷 就是每次我开门的时候呢 这个门瓷就会通知他们 然后我就大惊我就想哇我竟然就是不知不觉中 我突然就被监控了 他们装门瓷的时候通知你的吗 没有没有通知我 是我问了以后他们才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在我家的门上装了门瓷 所以你每一次开门就会被发现 是我每一次开门 他们都会收到通知说 你这监视的这一户人他开门了 然后呢在我问了以后 居委会就顺势告诉我说 其实你每天只可以有三次开门的这个权限 就是包括你可以开门倒垃圾啊 然后接受这个检测啊 然后包括收快递啊这样子 所以一天你可以倒一次垃圾 做一次检测跟收一次快递 是 他们已经算好了科学的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每天给你定量定时的这样一个安排 老实说这个是对个人的隐私的一个侵犯耶 是的而且真的让我有一种就是化地为牢的这个感觉 而且那就表示说如果没有疫情 他也可以在不懂什么理由之下 在居民的门上装文字 对吗 然后你一出门就被发现 对这个也是很让我担心的一件事情 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以后个人的隐私 就会以防疫的这个原因就被随意的侵犯 那你现在被隔离 在那个家里面一天你开几次门 然后你怎么过你的生活呢 我每一天真的就是大概三次 因为他早上就是会上门来收垃圾 然后可能收完垃圾以后 那个医生就会来给我做这个核酸检测 然后我自己就会算好时间 比如说我今天要叫的快递跟外卖 他们什么时候送到 我尽量要让他们就是同一时间送到 然后这样子我只要开一次门 就可以把所有我要收的东西 都给他收完 如果你开超过三次门会怎么样 我其实没有试过了 我觉得新加坡人就是很乖的 你不会去主动去试探这个底线 当然我也想可能你开个四次或者五次 他可能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了 但是你就是心里面就是会想说 既然他有这个规定 可能还是遵守会比较好 我可以感觉到你的郁闷了 而且听你这样讲 其实我想象那个地方的政府 还有基层人员 包括你们的居委会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他整天要监控你 有没有开门 对其实当时居委会的基层干部 他是希望说服我去酒店隔离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样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过去酒店他就不用费心思 在我门上装门瓷 然后每天给我就是提供这些服务 然后他们给的理由就是说 你去酒店很方便 而且反正也不用你出钱 这就让我对这个酒店的隔离成本 产生了兴趣 所以我就算了一下 我发现就是官方通报说 这个最新病例的 这个密切接触者 一共有1014人 那根据规定 他们都是要去集中隔离的 那如果以我两年前入境上海的这个隔离酒店的收费来算 每天每一个人 他的这个时速费用大概是300块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60新币左右 那你如果算有一千个人要隔离 然后隔离七天 这个成本呢 就是213万块钱 人民币 就是单单是这一起病例 你就要花213万来隔离这些密切接触者 这个还不包括你给他们做核酸检测 然后给他们做这个交通转运的那个费用 那更不包括就是说 你给整个全市的人做这个核酸筛查的费用 核酸筛查的费用又是另外一笔数目 是的 核酸筛查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那其实在年终的时候 这个野村证券他就有估算过 说如果每两天对中国70%的人口 进行核酸检测的话 这个成本就相当于中国GDP的1.8% 这是每两天 这个很高 但是他的这个估算还是建立在 每两天进行核酸检测的基础上 那你知道现在在上海 上海200万的这个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学生 他们已经被要求每一天 就是每24小时 都要做一次核酸的检测 然后深圳很多地方从年初的时候开始 也要求居民每一天都要有这个核酸的阴性报告 你才能出入各个场所 这些都是政府买单啊 政府公共财政付支出 这些都是政府买单 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 这个措施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上海在六月解封的时候呢 他本来是宣布说 为居民免费提供这个核酸筛查到七月底 到了七月底呢 他把这个期限又延长到了八月底 现在又进一步的延长到了九月底 就是这个免费的核酸筛查 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 这个免费的服务会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 所以就是说这个疫情是很花钱的吗 是的 而且除了这个直接的成本 那么疫情的风控 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就像深圳这一轮的疫情爆发以后呢 至少有四个大型的展会 就紧急被叫停 其中就包括有一个从去年延期到了今年 然后从上海转移到深圳的 这个亚洲宠物展 那这个展会 它是在开展的当天凌晨十二点 紧急宣布取消的 然后取消了以后呢 数千个展商 因为怕被封在那个场馆里面 他们就不得不紧急的逃离场馆 然后你可以想象 所有搭建好的这些展台啊 然后还有他们那些货物 全部都被扔在那里 每一个展商 他们的这个损失 就是几十甚至上百万 所以这个影响经济影响投资 我看到有一些数字是说 中国的旅游也受打击 本来人家觉得疫情爆发出气以后 大家会有报复性消费 但是我看到一些报告说 现在大家也不大消费 不大旅游 是 如果你看就是最近疫情爆发的趋势 你就会发现一些旅游胜地 比如说海南 比如说成都 比如说西藏 他们都爆发了疫情 那以最早开始的这个海南疫情为例呢 遭殃的很多又是上海人 为什么 因为海南是最早接纳 就是上海游客的这个旅游景点之一 就在其他很多地方 还不接纳上海游客的时候 海南他最先允许上海游客 就是免隔离进入当地 那这就导致一个什么后果 就是上海人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封城以后 他到海南去旅游 然后海南疫情爆发以后呢 同一批上海人又被封在了海南 所以网上就有一个段子 说上海人在24节气里面的这个立夏的时候呢 他们被封在上海的家里 然后再到了立秋这个节气的时候呢 他们被封在海南 就是从封到封 那么这一次这样的情况 你看到对于投资者的影响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对投资者的信心打击也是很大的 最新的一份这个调查 是这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 就显示说 他们的117家美国企业 对这个在华经营的悲观情绪 从前一年的9%升到了21% 其实是历来最高的 那这个受访的企业 他们也说呢 这个中国严苛的这个防疫风控政策 已经取代了中美关系 成为在华的美国企业面对的首要挑战 所以不管是对国内的这个经济消费 还是对国际投资者的这个信心来说 现在的这个清零政策 引发的严苛疫情风控 它带来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长 同比只有0.4% 这个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 就是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 那么今年中国本来定下 今年的增长要达到5.5%左右 看起来是不可能啊 如果这个风控继续下去 肯定会进一步拖慢 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那我们刚才说到 在这个严格的防疫措施下 居民生活受影响 不敢消费 不敢旅游 企业的信心也下滑 但是中国民众怎么看待 这样的防疫措施呢 怎么看这个清零政策呢 他们是拥护呢 还是说他希望赶紧放弃清零 接受大一点的风险 跟病毒供存 现在我接触到的民众来看 我觉得两方面的观点都是有的 第一就是我周围经历过 封城的上海人 大部分都认为说 现在这个防疫的措施太过严格 不仅为民众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 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上海他向来享有盛名的这个餐饮业 展览业 然后包括娱乐演出行业 都因为疫情受到冲击 现在上海虽然解封已经快三个月了 但是他的这个餐饮业 有很多餐馆都倒了 展览业 很多展览没有办法开起来 更不要说是大型的会展 娱乐演出行业 现在还有很多的演出 线下的演出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对上海整体的经济 包括他作为国际大都市的这个形象 打击都是很大的 所以作为生活在上海的居民 许多人其实是希望可以尽快放松 现在的防疫政策 让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个是其中一派的观点 但是也是有人坚信说 清零才是最好的出路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其实是因为我前几天 就是在这个专栏上面写了我被隔离的这个经历以后 就收到不少的读者来信 那其中有一位北京的读者 他就跟我说 他家里面上游七八十岁的这个父母 然后下游就是可能两三岁的这个孩子 然后他看到香港跟台湾 经常在报道说 老人跟小孩感染这个冠病以后 重病甚至死亡的新闻 他就觉得说很担心 所以他认同 即便牺牲掉部分的经济发展 他觉得也应该以这个生命为重 他觉得你在确保我们都可以免疫之前 你是不应该打开国门的 你还是应该坚持 现在这个清零的这个措施 所以其实两派的观点都继续存在 而且继续在对立的 我感觉这个可能跟大家对冠病 还有疫苗的认知有关系 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觉得冠病是一种挺可怕的疾病 感染后重症或者是死亡的风险很高 可能在新加坡我们已经接受了 冠病就是在身边了 你很难杀死他 所以为了要恢复经济与生活 是需要跟冠病共存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跟中国和新加坡不同的 这个舆论导向舆论宣传是有关系的 你像中国民众 他如果每天他只读这个官方的新闻 你接触到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这个病很可怕 我们现在之所以清零 就是因为我们不可以承担他 一旦扩散以后 对于老人和小孩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危害 你看新闻 新闻联播每天他都会播 比如说美国今天有多少多少人感染 有多少多少人死亡 然后你的这个印象就是 除了中国以外 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大家好像都躺平了 然后都对这个病无计可施 然后都要面对这个冠病扩散带来的这个严重的这个健康的后果 那你作为一个还没有经历过这个风险的人 你自己肯定是很担心 也会很恐惧的 那新加坡我觉得大家经历了之前严格的措施 到一步一步转向共存 包括很多在新加坡的这个亲人朋友 他们都得过冠病以后 就会发现这个病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如果你打了疫苗 然后遵照医嘱接受治疗的话 可能很快就会康复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你的舆论导向 还用亲身经历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民众的思维其实是这样被塑造起来的 很多人期望在10月16日的中共二十大以后 中国的防疫措施会松绑 你觉得呢会在二十大以后就松绑吗 我觉得挺难 比如说二十大今天结束 然后他可能过两天他就宣布放开 其实这样是挺难的 一方面我们知道 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 其实也是流行病高发的季节 他如果现在放开的话 很可能就会导致超大规模的一波感染 那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舆论 他之前一直在宣导 就说我们要坚持清零 我们不可以让这个病毒进来 你如果在二十大一结束以后 你马上这个舆论就调转风向 你让之前那些坚信清零政策的民众 他们怎么样去接受呢 就是你的舆论宣导如何转向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会不会是跟疫苗的接种率 还有他们对疫苗的信心不足有关系 根据中国的国家卫健委的数据 截至到7月23日 中国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率是89.7% 将近九成的民众都完成了全程的疫苗接种 那加强针的接种率是70%左右 但是它比较低的是什么 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接种率 60岁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种的 大概在85%左右 那完成加强针接种的呢 其实只有67.3% 就还不到70% 那我单说这个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跟新加坡对比一下 新加坡完成全程接种率的是93% 加强针是79% 那60岁以上完成全程接种的比率 其实是非常高的 高于94% 这个其实就比中国要高很多 也是因为这样 中国现在它一直在很积极的推动 这个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比率 那我其实自己心里也有一个疑问 我就想说 那等到中国的疫苗接种率 像新加坡一样高的时候 它会打开国门吗 还是说 其实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它还是有其他的顾虑 比如说 它对于自己的疫苗不自信 它觉得可能没有办法 像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像辉瑞啊 或者是莫德纳的疫苗那样 能够有效的防住冠病 陈静你看看水晶球 你觉得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 它会一直这样严格下去吗 它是不是迟早要打开 它以后又要怎么办呢 它怎么样 从现在这种清零的思维 慢慢调整 变成开放国门 我没有水晶球啊 我只能凭我个人的这个观察 我觉得开放 其实它是迟早都要开放的 除非它真的要以 不惜牺牲整体的经济发展为代价 它也要清零 那这样子其实你这个清零到清到后面 其实是就会变成毫无意义 而且它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个社会不稳定 社会动荡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它到底要什么时候放开国门 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个就是说 它会不会比如说等到疫苗完全普及了 它可能到时候会放开国门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会采取什么样的宣传的口径 这让我想到中国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要推行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发展方式 但是它不能给大家一个印象说 接下来我们就不走这个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道路了 所以它用的说法就是我们要走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吗 那我就想到说 它接下来它喊了这么久的清零 它如果没有办法消除大家对于清零的这个既定印象 它会不会接下来就要改说 我们做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个动态清零 就是虽然我们说的还是动态清零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放宽这样的管控措施 然后让生活回到原来的这个情况 它可以不可以不要说 它就是悄悄的就放松 然后比如说密接者就不用去集中隔离 密接者的密接者就不用居家隔离 然后居委会也不用管得那么紧 就悄悄的就不声不响的就这样放开了 可能吗 有可能 我就想既然居委会可以不声不响的给我装门词 他们其实也是可以不声不响的把这个门词撤掉 然后不声不响的不告诉你 你其实是密接的密接 就解决了问题了 是的 其实这个都是取决于他们怎么操作 如果没有人告诉我说你跟这个密接者接触 我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有任何的风险 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的症状 我觉得这个完全取决于他们想要如何操作 然后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还是期望这个二十大以后 然后还有今年的冬季的这个流感高温期以后 中国会越来越开放 然后沉浸不会再一次陷入被隔离的状态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问答时间 我们刚才谈到中国的防疫以及防疫对经济的影响 也谈到说中国民众对疫情有两种看法 有一些人认为是应该开放了 不用那么担心这个染病 然后另外一派的中国民众 还是觉得这个疫情很可怕 应该坚持清零的政策 这两派民众他们会有这样的看法 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他们对于这个疫情的严重性跟致死率的认知 我觉得有点不同 然后中国很多人看到很多世界 其他的国家的例子是有很多人死亡 所以我今天的问题是沉浸 从冠病爆发以来 新加坡有多少个确诊病例 多少个死亡病例你知道吗 现在新加坡大部分 我身边认识的人可能90%我觉得都得过一轮了 有这么多吗 对 我还没有 好像是170万新加坡人已经得过了冠病 实际上170万是一两周之前政府公布的数字 但是卫生部的网站每天都会有最新的数字 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看到的最新数字是 新加坡已经有184万个确诊病例 以人口来说蛮多的了 所以500多万人口的话 差不多三成多的人都染病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 新加坡有多少死亡病例 我的猜测是少于2000人 可能是1000多人 可能是1700人左右 你猜的稍多了一点 我在录节目的时候看到的最新数字是1594人 所以新加坡有1594个冠病死亡病例 对这1594个人还有他们的家人来说 每一条生命都是很珍贵的 但是从大局来看 实际上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新加坡还是可以勇敢的走向共存 衡量了一下对经济的影响 对健康的影响 觉得还是需要走向共存 新加坡算是疫情控制的比较好 然后致死率压的比较低的一个国家 如果按照差不多相同的比例 就是人口数跟病死率来算 中国可能要有几十万人 40万人左右会死于冠病 这个40万人放在14亿人口里面 也不算很大 但是也是一个相当的数字 可能从这种角度来说 我们也可以体会到 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采取清零政策 但是这个疫情继续对它的经济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该怎么办 该怎么衡量 我想中国政府也要很仔细地考虑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陈静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谢谢永宏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这一期的东台西论由我 韩永宏和黄子称制作 助导王文艺比一切 剪辑梁天赐 东台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 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 可在早报.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と守栩栏目的支持 欢迎订阅